今天我們要非常謝謝這個草臀 我們曾小姐 跟妳是同鄉的 對啊 同姓 曾小姐 曾厲害曾小姐 好了 她說因為我們一般 有時候常常在外面用餐 或是聞到一些什麼塵蟎 灰塵 而且有時候我過敏的時候 尤其是我鼻子容易過敏 很容易打噴嚏 而且我一打噴嚏 然後如果像我在外面 我會覺得沒禮貌 所以我不好意思 也不好意思這樣 我都會這樣 就小聲一點對不對 但是還是打噴嚏 對 尤其是有一種 他有一種遺傳特質 看到亮的東西 像太陽就會打噴嚏 就是妳 你在說我 可是我的小孩都會 你不會嗎 我不會 大家不會嗎 不會 好 如果想打噴嚏 怎麼辦 我告訴你 它是一個原理 其實身體的一個防衛機構 比如說你有義務入侵了 義務入侵到鼻孔裡面受到刺激 大腦傳達命令 告訴我們的鼻子 這裡說打個噴嚏 我們將義務給它噴出去 對 所以這個打噴嚏 基本它的架構由來 好 比如說我們在外面 細餐進行運用餐 灑了胡椒粉 灑了鹽 灑了灑 一聞到 去 那不亞關 怎麼辦呢 有辦法來抑制 怎麼辦呢 怎麼抑制呢 曾小姐說 曾小姐說 噴嚏 這麼一刺 忍住 這樣就忍得住 忍住了 忍住了 哇 真的好香喔 你不要以為我是摸鼻子喔 看到我在幹嘛沒有 我在學李小龍 不是 我在按我的人中 為什麼按人中 就是阻止義務入侵 不是 不是喔 阻止義務入侵是要捏鼻孔啊 不是 我塵蠻啦 入侵 我告訴你原理好不好 什麼原理 因為呢 當你要打噴嚏 但是要記得 他的timing很重要 第一時間 你一開始準備 要打噴嚏 馬上按 如果你想打噴嚏 想打噴嚏 再按 來不及了 就是已經 來不及了 已經想打出來了 來不及了 因為你當大腦要傳達命令下來 準備打噴嚏的時候 你按住人中 人中呢 他就會按住他的那個中樞神經 中樞神經呢 大腦就會阻絕了 下命令 告訴你要打噴嚏的那個訊息 所以他是有一個原理在 他有原理在 所以你要搶先在大腦下訊息 給鼻孔之後打噴嚏的之前 趕快按住你的人中 按下去 你就不打噴嚏了 好酷喔 這樣以後我在外面就不用丟臉了 不用丟臉 但是 而且每次打噴嚏 那個鼻水都流的 我覺得好噁心 不好看 在外面 你按人中的pose也要注意 因為呢 你在外面用餐用到一半 突然下打噴嚏的時候 你要趕快 擺這個pose的時候就知道我快要打噴嚏囉 或者是你按下去之後 馬上過三秒 效果出現 還不賴耶 真的 剛剛聞到那個胡椒粉 我本來已經鼻子在癢了 對不對 真的耶 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們這個 您的同鄉 曾小姐 給我們很好的建議 沒錯 大家可以試試看囉 請問大家囉 拜拜 真的很不賴耶 那你不泡就可以猛灑啦 現在我今天請問妳 你不泡就可以了 看吧 我只要不泡 這就是我們 有機會 你們的孔子 是 然後 你不泡 那你不泡 那你不泡 你不泡 你不泡